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我自为众 伤人伤己 下 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百态 现在人与人之间变得很难相处 因为现在本末倒置 过去讲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而现在末法时期 人与人的仇恨越积越深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能忘记对方过去的错 都不能忘记对方曾经伤害过自己 记住对方的错误 就把仇恨的种子放在心中慢慢发芽 仇恨的种子会不断扩大 就像恶细胞一样 不好的细胞会慢慢扩散 因为恶的种子会发展很快 善良的种子发展很慢 所以一旦恶的种子在心中成形 成熟 发展得快 心中就越来越不能容忍别人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一句话都听不得 一件事情都说不得 看不得别人好 喜欢看别人不好 最近有个人在网上写了一句 我最近很不开心 很倒霉 马上就有一个人说 你能不能把你不开心的事情告诉我们 让我们大家开心开心 这就是现在人心变恶 人家不开心 你反而开心 这完全是一种变态的心理 现在人心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为了骗人 什么都愿意做 为了伤害别人 管他什么道德底线 这就是现代的人无智无德 没有智慧 没有道德底线 他根本不知道 伤害别人最后是伤害自己 你伤害不了别人 就算你伤害别人 对方自己心中也有佛 有智慧 你最后还是伤害了你自己 容人容己 能容天 他人之过 莫记贤 三毒缠身 伤得行 放下屠刀 见佛性